少爷 怎么了 早上的时候 少夫人让我陪她去洗衣房找东西 然后她让我把你穿过的袜子给洗了 放到了你的更衣室 少爷 少爷 别动 让我换一下 她怎么能那么干呢 少爷 少爷 你没事吧 要不我扶你上去 没动 让我一个人冷静一下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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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程 你 你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嗯 她别动 叫医生 快 不要叫医生 先把我翻过来 露露 这 她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 而且特别地严重 我记得小的时候 老夫人想要把少爷这个毛病给改了 可是有了好多好多的办法 都不管用 露露 去把那些袜子 还有袜子旁边的衣服 都给我扔了 好的 少爷 顾希晓 我已经算过了 你每天丢掉一双袜子 一个月三十双 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双 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大的一笔开销啊 这些钱呢如果省下来 已经足够资助三个大学生全钱的费用了 我到时要看看 你顾少爷这个毛病 我改不改得过来 天哪 露露 露露 怎么了 露露呢 露露 在下面忙啊 今天她怎么没给我袜子呀 我帮你拿上来了 这个袜子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眼熟吧 这个是你闲天穿过的内伤啊 不行 静静 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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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怕什么帽 这个袜子不是我亲手帮那些的 受不了 可干净了 我跟你说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但是千万别让我穿这个袜子 来 来来 你走之前可是说过了 她走之后家里什么事情 她们负责 不行 给我穿上啊 这些奇怪来人的帮助 你们有没有人在啊 救命啊 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 主要在于营销手段和营销策略 我们采用多模快画 顾总对这个项目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 那顾总是对我有意见吗 常总说得非常好 请继续 我认为顾总这种行为 对我很不尊重 抱歉 刚才我的状况不是很好 现在可以继续了 继续 苏妍希 怎么这么着急 现在还不是着急的时候吗 贺锦西 你 喂 永远都在挂我电话 我就算去找她 她也不会把检测报告给我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散会吧 顾总 我给您汇报一下您下午要见的人吧 你觉得这双袜子我是扔了还是不扔啊 顾总您扔了会怎么样 扔了的话我回家有可能会死 不扔的话我现在就会死 那我觉得您为了接下来要面谈的人 还是扔了吧 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那我不扔了吧 顾总您开心就好 后面有谁要见我 进来 少夫人 这是你让我洗的袜子 我该给她放在哪里啊 我来吧 我来 你进房吧 王斌 看简历你工作经验还挺丰富 顾总给我讲了 我 这么说 我来讲的 我走了 我觉得 可以 我来讲的 似书我的 我来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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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结果跟我说得一样吧 事情进行得还挺顺的 打算怎么办吧 没打算怎么办 老太婆现在不在国内 集团所有的理事明显地偏袒我这边 前段时间还要打死参员 搞得公司里面怨声载道 我这次叫你过来 只不过是想试试他 如果他真的接受了你 让你进了公司 事情反而棘手了 为什么棘手了 别看他表面点儿郎当的 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 以我对他的了解 如果他真的接受了你 那说明 他对我就有了新的对策了 喂 吃点水果吧 看 看见了 今天这个葛优唐不错呀 看下面 脚 什么脚 是袜子 就是因为这双袜子 我今天一天在公司 都是全身上下腿发软 还让常志诚看了我的笑话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 什么是人与公主 变成人的感受 什么感受啊 就是每一步 都像走在 刀尖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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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